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的精彩 我们还是锁定在柯文哲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道具 你看这个就是魔戒 这个戴上了魔戒之后呢 是不是很难拔下来呢 他一直讲说我抗拒诱惑 是不是这个抗拒不了了 那今天有非常多 这个超展开的剧情 那我们先来欢迎 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前几天 这个民众党出来开记者会 那是把所有的锅呢 全部都丢给了端木正 那甚至我觉得昨天晚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ET2DAY有一个独家的消息 就是把这几天呢 尤其前几天这个 这个民众党内部的会议 来查账的这个来龙去脉 哇好像会议记录 要写得非常非常的小细 但是他最精华的一点 是说最后一天呢 黄珊珊前几天都没出现 到最后一天查账的时候呢 黄珊珊跟端木正就对质 两个人对质的过程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啦 是说这个端木正竟然坦诚 调节了2000万 是1817万 那他说说我没有报过政治现金 所以当时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偷钱 反正总而言之是说端木正坦诚调节2000万 这个大家相信吗 然后呢 李文娟说也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查核的这个总务 说没有差到2000万 端木正说差2到300万 但是调节2000万不符 然后黄珊珊说 黄珊珊就怒骂端木正 就说没有发票你可以调节到这些公司的账上吗 这是会计时该做的吗 谁叫你调节啦 那总部的谁叫你调节 如果端木正应该是端木正 因为他叫端木 不能回答就依法办理 我先稍微再讲一下 端木正说呢 他调节2000万元 那里面的细节是讲到说 说呢一般的那个报账 如果说是因为每一间公司如果差一两万一两万的话 他说他可以找2000家 他说他找不到2000家公司 所以最后呢 只能找了4家公司 所以九笔账把它灌进去 这个是ET Today里面讲的 好那我今天先来问一下博维 现在看起来这个检调 兵分多路去搜索 那现在看起来民众党呢 又想把所有的锅 去推给了端木正 可是今天最新消息 民众党突然延后 说延后去告端木正 你觉得这个里面的美国在哪里 对 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一间公司大的话 你如果是几千几万人的公司 那最后出事情谁要负责 一定是老板要负最大的责任 那问题是因为全责相符的情况下 那如果柯文哲没有管账 他可能交代黄珊珊管 黄珊珊管不了那么多 他可能请陈志涵管一部分 陈志涵管不完 所以决定全部都放给端木正 这个东西叫做全责相符嘛 所以在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块 当然是端木正要负最大的责任 但问题是他做假账的部分 是有人指使还是自己决定 那就算是自己决定不要忘记 你每一张发票包含登记 包含报帐 包含申报监察院 他的名字都是柯文哲 黄珊珊陈志涵 所以这三个人 因为他们三个一个是总统候选人 他们申报完监察院 他签名要拒绝的 然后总干事是黄珊珊 然后副总干事是陈志涵 所以当他们要把责任 完全推给端木正的时候 先不管端木正会不会反咬 或者是生气或者是嘻笑 或者是承认或否认 问题是如果今天检掉要掉 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就是要找这三个人出来负责 整个责任最大的 还有李文中啊 你少了一个李文中啊 有可能有啦 就是他的逻辑 他的竞选总部的逻辑 骨干是这样子 李文中因为事实上 包含监察院申报 然后他们今天民众党自己出来讲 有六个人有权限嘛 什么程XX 然后还马赛克起来 然后其中他故意把端木正都出来 我就很好奇 你要你就把大家都 都亮出来 那重点是这一次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督导不周 或者是全责不服嘛 什么叫督导不周 全责不服 我今天我要选举 我预期我要选一场 对象是2350万人的选举 我可能会买广告 可能会做民调 可能会有实体的装潢 我要办造势活动 我要租借办公室 我要买人力资源 请人家来上班 我要做旗子文宣等等的 那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找一个好的财务团队 会计团队嘛 对 那然后建立一个正常的申报流程嘛 可是你看这几天出来的 不管是立顶公司 什么JF Sky什么徐慈胜 一大堆人出来开始在咬民众党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 我当时报钱的时候 报得很困难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店的百来万没有给我 那就表示什么 他事前的这个财务 申报流程准备是很潦草的 没错 全责不服 有的是签到黄珊珊 有的我看是没有 我看那些是没有签到柯文哲 有的签到李文忠 有的签到李文圈 如果不同单位 比如说 敏玉姐答应我 这个高铁票可以申请 然后我又去问黄珊珊 黄珊珊跟我说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放假回家 不是都说出公差就好了 然后你知道 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会陷入一种恐慌 那我到底要 哪些可以报 哪些不能报 所以他第一个 财务会计流程不透明 然后很潦草 第二个 市中在用钱的时候很浪费 你就感觉 这个去哪个团队一定都会有 那感觉说 老板要的什么都给他 装潢一瓶14万 广告民调900万 然后做一支影片70万 老板要的都给他 我申请一个厕所卫生纸 流程跑两个礼拜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疯了 这个被人家诟病是说 你就一直喊穷 然后这个小草 就是这个好像50 80 100 都捐给你 结果我年大手 就像做一支影片 什么70万这样 然后装潢大家有看到 很简易的装潢建要1200万 所以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真的是浪费 还是被灌水 那个待会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最后事后 段木正在某一个 某一个新闻报道里面 说有他们这些人对话的过程 那段木正说 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调 有人就问说 到底是为什么会短差 然后段木正就说 我们可以用调节的方法 调节实际上是 善打错误啦 打不错啦 对啦 他有说什么打错啦 有什么可以调节啦 什么样的 有调节都有讲啦 结果陈志涵问他说 根据报道 只是陈志涵就跟他讲说 叫你快点不是叫你造假 叫你做快点不是叫你做假 所以那个是陈志涵讲的 不是黄珊珊讲的 好 总之在事后又给人家很仓促的时间 不尊重专业嘛 你一口气几个月可能像 照他们讲的18万入账 还多少万出账 全部都塞给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段木正说 我短时间真的做不出来 结果他们得到的回馈是 我不管叫你快一点 你如果问我 你一方面刀架在我脖子身上 要我快一方面东西又做不完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做假账啊 所以他又另外 这个是可能的情境 因为这一篇的对话内容 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得知 所以事前 事前流程的准备潦草 事中的 花费消费是很浪费的 然后事后 又不给会计师足够的时间 不尊重人家的专业 自以为是什么科室管理学 科正猛如虎 把段木正当成公务员再使唤 那也难怪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会计师 然后对政治有点兴趣 才刚加入而已 看到你们民众党长这个情况 我政治人物不当 我会计师还要上班 我事务所还要营业 赶快跳出来明哲保生 大概是到今天为止 这个进度 OK好 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张 因为我们这个要一起讲 因为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是说他现在 就是说现在这个兵分多路 来从包括了端木正的 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还有柯文哲的老家 但是再强调一次 柯文哲老家的搜索到底是跟 金华城案有关系呢 还是跟这个政治现金风暴有关系 这个还不得而知 那另外就是搜索了台坡大楼 台坡大楼里面 有民众党部 还有这个木可公司 目前还有传出说是有搜黄山山的办公室 这个之类的 这个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兵分三路至少是有的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敏凤姐 那当然看起来是说端木正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 下一张因为端木正前几天发了一个声明 他发的声明是讲说呢 就是对于这个民众党所指称 指我指称的事情 他相信啊 他说他所提供的这个签证的服务 均依法令规定处理 相信监察院跟检察署 能够详信调查证据 跟离清真相换计师的清白 那他这几天发的这个声明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美感 就说他认为他不愿意背这个锅 外界解读说 那个关木正不想背这个锅 所以他手上一定有所谓的凭证 那今天刚好检调 又去搜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那怎么这么刚好 今天呢那个民众党说又要延后提告 那我刚刚这个之前 稍早这个张艺善 就是之前的这个民众党的那个幕僚 他跟我打赌 他说他认为 民众党现在不会告端木正 因为他认为说端木正 因为今天去搜索嘛 那看起来端木正不愿意背这个锅 他认为说你这个1817万的这个 一定有凭据 他拿凭据出来 所以看起来民众党大概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扣回去了 所以说是延后提告 但有可能是不告 再加上端木正 这个透过友人 现在说跟柯颖闹翻了 气到无法入睡 整个人非常的爆炸 所以你认为说到底会告 还是不会告 民众党为什么今天突然延后去告端木正 是不是有可能发现事情不对了 然后就干脆就不告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本来要推过给端木正 可是后来发现推不了了 所以只要扣回去 今天连陈志涵都扣回去了 陈志涵在记者会上面 不是大声的讲说 竟然把几笔的钱塞到几个公司 他竟然可以做这样的调解 结果陈志涵你今天说什么 他说我两边都不信 不信哪两边 哪两边 就是端木正 跟端木正 跟端权总部 你不觉得很好笑啊 端权总部 可是他不是端权总部的 这个副执行长什么的吗 就是很好笑啊 很好笑嘛 他端权总部不信 他是不信谁啊 你看中央社会新闻就这样 我两边都不信 我必须通过第三方才能够查证 那他是谁是第三方 所以说你整个 他两边都不信 他是竞权总部的人 所以 好怪喔 我告诉你 因为记账的人不是他 他不是管财务的 我觉得他所谓的竞权总部 就是指李文忠跟李文娟的 这两个人 所以他就是指说 当时在8月11号下午2点开的会 黄山三千 克文哲都没有来 是周渝修跟陈志涵来的 刚才那个对话 是陈志涵当了七八个人面 跟竞木正吵架的 听说也有录音嘛 有录音喔 对 然后就是录音就是说 周渝修讲的 是周渝修讲 陈志涵讲的话还算了 周渝修讲的话一定是真的 因为周渝修这个人还算老实 然后所以说 他就是当时陈志涵就很大声地 问这个竞木正说 你怎么可以合法调解 我们这个 你知道我们搞政治人 是不可以合法调解的吗 调解就没有合法了啦 调解哪来的合法 合法调解是专木正的用词 但是问题是我们 我后来打 昨天打电话给一个 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会计师 他说所谓的调解 会计师的调解只是 把你的资金 弄到正确的营业项目而已 这叫调解 不是说我随便乱七八八的钱 就塞在别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讲说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又很可能就是真的是 对于端木正的这个 因为最后也要讲到 报税的 去建行业申报的 到底是会计师去申报吗 还是总部人去申报 应该是总部啦 对啊 所以说你自己李文忠 自己说我很负责任 跟大家讲说我都签 每笔都签过 但是我不知情 你这种竞选总部的财务长 你在做什么 所以说你表示说你这个钱 应该是你 如果你是李文娟 听说真正掌权是李文娟 是每笔筛过的话 那你是李文娟 应该要负责任嘛 你刚才第一张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第一张 三个人都都不齐 都不出来 都不齐嘛 三个人讲话都都不齐 敦牧正是讲说两千万 然后可是呢李文娟 第二张 对第二张 然后李文娟是讲说 差两到三百万 到底是差多少 这两个人都讲不起来了 没有差到两千万 但是差两到三百万 到底是 哇这差很多 对啊 然后敦牧正说要调节两千万 那到底谁讲的对 那黄先生这个对话 应该是陈志涵的对话 所以说 所以说这群人 我真的是不想要怎么形容 所以说那你说 那你觉得 你觉得他现在延后提告 有可能不告吗 我跟你讲 敦牧正也不是小咖的 说我带个什么 因为我以前在新新闻上过班 那时候新新闻刚好是朱国荣的 待会我们再来讲一下 他的背景很硬 对那朱国荣后来不是犯了很多 国宝集团后来很多内线交易吗 然后一直 因为特征组那时候还没有撤掉 所以说朱国荣跟敦牧正 就一天到晚去走那个特征组 被询问 结果朱国荣被起诉了 敦牧正全身而退 然后退出来你觉得像他在朱国荣 这样子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 他都可以把账 他是财务长 他那时候还不是做会计师 他是朱国荣的财务长 他可以把财务长的账做到 我全身而退 你就知道 然后他后来朱国荣出事之后 他才2016年出来开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说你说端木正 连朱国荣的案子他都可以过关了 你民众长这些鸟不拉近的钱 还会搞不清楚吗 阿季你不要以为朱国荣现在潜逃 你没有看到 没有 我只是说 我没有说为谁讲话 但是我们依照常理来推断 李文军你当时就应该记者会讲说 因为到时候 当天负责 我跟你讲竞选总部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 这个所谓的像李文中这种人 这官门在召集这个所谓的募款委会 他负责募款的 然后账务管理就是李文娟这种人 就是每笔账的收入什么金融 他都要核实的人 所以账到底是怎么支出 怎么收入的 其实是李文娟不是李文中吗 总而言之就是李氏兄妹 就是李氏兄妹 所以说你现在到底 你现在李文娟也不出来讲说 你这是要讲说没有差到2000万 可是端木正说坦诚调节2000万 你光这两个你就给我对不上了 那我们要怎么评论民众党 这个党自己乱成一团 然后我们要根据谁的话评论谁 所以说我觉得说民众党 你先把包括陈志涵 你这个前两天才狠狠地骂过端木正 今天你又开始说 我连竞选总部也不相信了 那我们要相信你陈志涵吗 确实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闻YouTube最新访谈节目 有话进来讲 等你进来讲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半 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